大家好 最近台风又过来了 外面是又刮风又下雨 所以说路边就掉落了很多的树叶 今天我就捡来了这么一片 这一片可不是新掉的 大家可以从这个颜色上面就可以分辨出来 但事实上可以掉了很长时间了 像这种在路边放了很长时间的枯树叶 应该是一种腐烂的状态 所以说那上面应该会有一些微生物的 我也是很好奇 在路边放了好长时间的树叶 到底会不会就像其他的东西一样 就是烂掉了 烂掉了以后里面会有好多的虫子乱七八糟的 好 既然有这个疑问 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下 看看这边树叶到底是否干净 现在是晚上时间不好观察 如果是白天的话 OK 很容易的就会给大家指出来 这边树叶上很多的地方都烂掉 今天咱们着重来看一下这些烂掉的地方 为了看的比较清楚 所以说我就把这篇书页撕成了三小片 然后每一小片都对应着不同的部分 然后现在看到的这一片呢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烂的那一块 就是腐烂的那一块地方 咱们看到上面有什么 活着东西没有 放大一下 刚刚是40倍 现在改成100倍 如果说有虫子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坑树叶真的是好干净啊 现在是400倍放大 我们看400倍放大 下面能看到什么东西 还是看不到什么活着东西 我们看到的只不过是一片片的 撕掉的树叶细胞而已啊 我刚才说过了 我取了树叶的三个不同地方 你看这个树叶的中间就有一块红的是吧 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块红的地方 这块红的地方应该是之前破过了 所以说看到周围的这些小点也没有 也有可能就是破掉的细胞质流出来了 流到周围 后来干掉了 我也是比较惊讶的 上面居然没有什么活着的东西 第三片是挺漂亮的是吧 主要是这是一片枯鼠叶 所以说上面没有什么流动的细胞质 这应该都是一些干掉的细胞质 所以说大家看着有点像黄金的 我现在把激光镜调到最大 是不是黄金颜色 中间的这个特别粗的就是脉络 果真看得最清楚的还是100倍 现在400倍了就模糊了 究竟原因呢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片树叶是一片枯树叶 它已经没有什么养分了 如果是一片新树叶的话 我觉得上面微生物应该会很多的 好了 那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说接下来想看什么呢 可以跟我说一下 如果说我能搞到资源的话 一定会和大家一起观察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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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